大熊猫不需要冬眠吗? 冬季天气寒冷,食物稀少 许多动物会选择觅食屯粮,大睡特睡来熬过漫漫冬日 大熊猫则表示 作为渡过冰河期的勇士,熊家才不需要冬眠 的确,大熊猫没有冬眠的习性 这是怎么回事呢? 首先,这与大熊猫的实性有关 冬眠的动物们长期处于休眠状态 无需大量计时 而对于大熊猫来说,不吃可太难了 大熊猫主食竹子 一只野生的成年大熊猫 每天会花费约12至16个小时 来吃竹子和找竹子吃 但它们的消化系统能从中获取的养分 只有15%至25% 吸收率较低 所以,为了维持日常活动所需体力 大熊猫需要长期开启多吃少动的节能模式 到了冬天也是如此 如果不吃,大熊猫则无法吸收及储存足够的营养与脂肪 从而难以度过冬天 其次,大熊猫的食物在冬季也不缺乏 不同于黑熊等其他动物在冬季难以觅食 生活在高山密林中的大熊猫 竹类资源丰富且稳定 不愁吃喝 自然也不需要冬眠 随时享受美食才是雄生真谛 最后,大熊猫能做到一年四季不间断营业 与它们厚实的毛皮大衣也有关 动物冬眠是因为它们需要找到洞穴躲避 从而防寒保暖 而大熊猫的毛发可长达10厘米 能很好的抵御寒冷 因此,不怕冷的大熊猫自然也没有冬眠的需求啦 作为吃鞋大佬 我怎能被冬眠耽误